到現在就確診了4例的失言冠狀病毒個案 就是兩女兩男 其中有三位都是有外遊記錄的 1002就是56歲男士 從美國回來 一直都是無病徵的 4月9日就是有個樣本確診陽性 1003就是63歲的女士 她是902的密切接觸者 在檢疫中心 4月10日就發燒了送去威爾斯醫院 1004就是20歲的男士 她是英國的學生 3月29日回來 4月8日就有頭痛 就送了去AWE發現 結果是陽性的 1005就是女孩子 21歲 她是956的家人 跟她一起在加拿大回來的學生 因為956確診 她4月9日都是在檢疫中心 4月11日發燒 就送去屯門醫院 那現在的數字低 其實就是在反映 1、2個禮拜之前的事情 因為是有一個潛伏期 和潛伏期 跟著她去確診 看醫生的時間 可能有7至10天 那變了 現在大家復活節的時候 出去玩 或者出去聚會 那些 其實就是真的會 過了兩個禮拜 就會知道這個情況 究竟是不是真的會 會 就是再有第二波 或者其他的情況 所以大家現在 希望就是 都是要不可以掉以輕心 然後就說 那些人 都會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 就是 我 都會